去年新竹流姓驾驶遭台北市大安警分局警员兰查酒驾 却因为拒不下车遭开据册单上诉法院后判决棉角罚款定验 尽管这个判决打击警方执法士气 但北市警局仍持续安排酒驾零检请勿 大安警分局日前兰到一名涉嫌酒驾男子酒侧直达零 19MGL他苦苦哀求警方放他一马还吐露妻子因为公事在外过夜 他酒厕前是趁机带着两名女性有人约会聚餐 警方取缔后车辆被扣将会露现 他无法对妻子交代不断要求想重新测试 警方查看车上并没有其他乘客 又发现男子住家就在附近 怀疑男子使借口逃避 远警哭笑不得 驾驶一直求情静一小时说给我一条路吗 但实情远警霸气回应给你一条路 我们就没投路 最后警方人依相关规定制单举发并在保管车辆 大安警分局表示日前酒驾民众装睡躲避差器 或法院判决免发引起舆论哗然 但大安警分局仍坚定执法立场加强取缔酒后驾车 统计11月16至20日共取缔发建在案 男子酒驾被抓 声称趁妻子应公外宿带女子约会 被取缔无法向妻子交代 但人被警方送办 记者料 秉齐翻设分享 男子酒驾被抓 声称趁妻子应公外宿带女子约会 被取缔 无法向妻子交代 但人被警方送办 记者料 秉齐翻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